最近中国跟香港房地产 出了一些怪事 香港林青霞这么大的豪債 里面有18个诱人 我想是不会有18个诱人 居然一把火 差点要烧着星光 而张艺谋 张艺谋是非常有名的大导演 他居然讲 我要卖房子 你是缺钱吗 而且你知道吗 他卖房子 在短短一两天之内 全中国有一亿多次的 一个观看次数 为什么 因为张艺谋不仅是个大导演 他甚至负责 北京奥运的开幕跟闭幕式 他现在开始 而且是所谓的集兽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 集兽 对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 就是在无锡 他的独栋的豪宅 叫做胡锡三庄 里面几乎都是独栋独栋的 然后他这个整个占地面积 是317平 那个建筑面积有218平 是两层楼的一个建筑 花园大概有快要300平 换句话说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据说他当时一落成之后 他就花了500万人民币进行装换 你现在看到画面 就是流出来的一个相关的 这是张艺谋的家 传闻是他家 这么美轮美奂 对 然后最夸张的一件事情是 他说以现在当时 现在当那个地区的地价来讲的话 整个应该要至少卖到6000万人民币 是差不多的一个行情价 结果现在网络上传出 他竟然是腰斩开3000万来用 对 那因为是3000万的话 人家就说那你是不是急于出售 急售 那你为什么急售 是不是要浪杠 要弄 要弄的你知道吗 他也要弄 他也要弄 大家都在怀疑 那现在是据说他太太有出面 曾经说没有没有急售 反正是我们有其他考量 我们要什么 我们父母老了 我们要怎么办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要处理掉 那现在后来又有媒体打电话去 另外的仲介说想要看房 他说第一件事情你想要看房的话 要先验资3000万 你有3000万才有办法让你看房 第二件事情是 另外人说他其实现在房子已经卖出去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但整个张艺谋要急售房子的这件事情 已经在网络上炸开 然后大家也认为说 现在如果说连张艺谋都要弄的一个情况之下 显现中国的房地产 真的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出现什么问题呢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呢 从2021年中国的一个法拍屋 竟然高达160万套的房子都在法拍 今年前四月 中国的一个房地产的一个销售 竟然骤减了47% 所以中国现在房子感觉上是 面临到一个崩盘的现象 所以最近我们之前不是都谈到吗 如果你想要买房子的话 什么送你猪肉啦 然后送你大蒜这些 种种方式感觉上 甚至有什么拿西瓜就可以换房子 这种情况 显现房子即将崩盘 是中国一个非常严重的议题 那现在包括之前索罗斯呢 他也在金融时报 曾经提过一个重点 他说呢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 将会是一个史诗级的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中国的GDP竟然有高达三成 都是跟房地产相关 而人民的一个财富 更是高达六成都是跟房地产相关的 所以一旦如果说整个房价开始崩跌 变成是你手上的房子已经不值钱 但你欠银行的债一毛都逃不掉 他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危险的系统性问题 第二个是因为现在很多的房地产业者 他的房子都卖不出去 卖不出去其实你就没有办法套现 没有办法套现的话 你很多的一些建材相关成本 你也没有办法去支付 所以他就形成一个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包括现在融创中国5月12号 就包括他已经也进行一个 就是他的债务没有办法 获得一个履现的状况 还有恒大地产 我们都知道恒大地产去年 其实已经有违约的一个情况 今年在7月11号的时候 竟然又产出他的恒大20的一个债券 又要希望可以展延半年 结果已经被否决掉了 那整个恒大的最大的问题是在于 他光国外的一个相关的债券 就有高达3000亿美元的一个债务 所以换句话说 整个中国房地产的问题 其实会形成一个泡沫 而这个泡沫一旦泡 就泡沫化的话 其实对整个中国的经济 是产生很大的冲击性 那另外一方面 其实现在中国的问题还包括什么 还包括外资不断的撤离 这外资不断的撤离就像是什么呢 像日经就调查 日本企业家中对于中国的业务 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他就会发现 认为中国的业务风险不断在升高的 高达55% 而认为他们持续会在 加重中国的业务投资比重的人 竟然不到两成 换句话说 现在日本企业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前景 其实过半数是认为风险非常高的 好 我看 我们知道在一个国家里面 有两个地方如果发生了风暴 那会非常可怕 一个是房地产 一个是金融机会 现在刚才讲 现在在河南 现在这种银行我存在里面 拿不到钱的风暴是越来越大了 华杰哥 在看到现在目前中国大陆的 河南四村镇银行 还有其他很多银行的人 他们拿不到钱的时候 他们怎么办 画面先告诉你 7月10号礼拜天早上5点钟 什么人5点钟不睡 要在那边抗议啊 就是没有钱的人嘛 我钱存在在银行里面 结果从4月到现在已经7月3个月 我根本领不出来 我到了河南的人民银行的大门口 去抗议 从5点一路抗议 抗议到早上11点 黑白无常来 有人穿黑衣服 有人穿白衣服 冲进来把我乱打一顿 通通拉上车啊 那个画面乱成一头 反正你看 突然中间这一路冲进来 全部都不知道是谁 现在还钱天津第一 更不用讲 你今天是跟银行 存在银行 结果我穿在银行 你当然讲不是少的钱 是3000亿就这样没了 3000亿没了 我跟你要钱 你居然打我 对 但是重点是 他被谁打的 我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 不是警察 不是公安 是黑衣人跟白衣人 这是最大的问题 但是当然保洁哥 我这样的讲法是因为 中国大陆不承认这些人是警察 他们就说看到了有一些人来 那当然是谁啊 是路边好事的大叔吗 还是他是黑社会 你可以看到 有两群人 一群穿白色衣服 一群穿黑色衣服 就把我刚刚所讲的 你看看到一个打一个人 穿下去 直接把他拉上车等等 我记得在跑这个生物运动的时候 这一大群人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这不是公安警察 可是后来通通不是穿制服的 都是黑色衣服跟白色衣服 这在河南 因为河南 维权讨债 虽远必诛 通通都是红色的健康码 不能到河南 可是对不起 保洁哥 已经三个月了 总有人 他没有弄到健康码 我聚集到了郑州去 我开始要准备要钱 这个东西 我先跟大家看一下 这是什么 这是事情发生之后 居然中国大陆的媒体 都没有报道他们被打 被抓 所以他们纷纷跑到了哪里 跑到了美国大使馆 刚刚那个画面 完全没有在中国的媒体看到 都没有了 就全部被封锁了 而且连郑州 什么人民银行 这几个字 你可能都查不到 你要变标郑州701 710 对不起我讲错了 因为7月10号的事情 郑州710 你可能没想看到 马上封锁掉 所以一大堆的这些大陆的网友 他们跑到美国大使馆的微博 去那边留言说 来啦 对不起 以前我骂过你 这些中国人 以前骂过美国 不好意思 现在请你关注河南 可不可以救救我们 河南维权那些人都被打了 那刚刚那些画面 你看那么多的人 他们就在人民银行的门口 写得非常清楚 抵制河南警察暴力对待储户 反对压迫 可是呢 冲击了一大堆人 黑色衣服跟白色衣服 他们也没有表明 他们身份是谁 就把你痛打一顿以后呢 统统拉上这个大的巴士 现场有3000人 可是来了超过4000位的 黑衣人白衣人 为什么我还一直讲黑衣人白衣人 因为他们就没有承认 也没有拿出他们的备张说 我是警察 我要执法请你配合 都没有 就是一阵乱打 把你拖上车去 结果有些人 你看这个人 我们都有变色处理的 他眼睛几乎 他说我已经完全看不见了 可能会瞎掉 这边对面每个人 都往死里打 真的 真的是刚刚那些画面 你把打的眼睛都快瞎了 打到眼睛那边都出血了 而且重点是 打完之后不是送医院 打完之后是 关到那个巴士车上 然后就开走了 他们在车上 手机没有被没收 拿出来开始拍视频 可是呢 也没有送去医院就医 就这么多人 3000多个人 通通被分别给急迫之后呢 带上车给带走 眼睛凿还算小事 像这几个很严重 这是嘴巴都打到流血了 那么这些人 其实基本上呢 他们就是要去要他们的钱 他们这几个月以来 他们的钱领不出来 而且异动了 还有人忽然被清零的 所以这件事情 引起了中国大陆的民众 非常的愤怒 虽然他们的钱领不出来 可是也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 跑到银行门口去抗议 还被痛打一顿拉上 而且很夸张 现在已经不是河南郑州了 现在就很多地方 发生这种事情了 对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 会有系统性风暴吗 我跟保佳哥讲 因为今年是20大 所以我就刚刚讲了 就是维权除户 虽远必诛 刚刚去的 还是到河南郑州去的 全中国大陆有一千多个人 他根本也没有去维权 可是里面的钱可能没有那么多 他没去的 一样被变成是这个红色金码 就是不让你去 但是这个事情 其实基本上 已经会牵涉到 今年的20大了 为什么 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你可以知道 现在目前河南省的省委书记 他叫做楼阳省 他就是支江新军 也就是习近平的子弟兵 他是河南的省委书记 今年是20大 那你习近平手下的人搞成这样 那大家怎么办呢 只好对准了李克强 现在我们大家讲 李克强跟习近平 现在目前是不是关系紧张 这些维权们被打了 被弄放车了 钱拿不到以后 他们开始向李克强喊话了 李克强查河南 李克强查河南 这个人叫徐立毅 他也是习家军 去年因为水灾的关系 他先下来了 郑州的市委书记 这个叫做楼阳省 他是河南的省委书记 是习近平的人马 现在河南搞成这样 而且金融的问题 已经沿到中国大陆的 各个省市去了 如果再继续延烧 可能会伤到习近平 好 吴总 去年我们看到了 河南的水灾 就是说河南很难搞 河南谁来都很大的麻烦 去年因为水灾 这样讲那个地下道 死那么多人 徐立毅被拔掉 谁拔的 李克强派人来查 拔给拔掉 今年又出现这个 所谓的拿不出钱来 现在是谁 现在是楼阳省 楼阳省又说 又是习近平的人吧 就现在喊了两个口号 第一个是李克强查河南 还有直接点名楼阳省 我曾经有听过一个香港的商人 非常有名的一个做黄庆商人 他跑去南洋 荷兰的南洋去投资一个金矿 投资金矿 金矿都买下来了 结果金矿外面一段路 就没买到 结果活生生 比如说他花了四千万 去买金矿 结果一千万卖给被人家买回去 很有名的 香港上市公司 结果南洋 有外面的路没有买 货出不去 然后货不去 他给你挡路 就给你搞你 然后那个当地人怎么讲 他说我告诉你们 这个香港一个事情 他说中国大陆各地都已经统一 都解放了 你知道吧 只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台湾 一个是南洋 还没有解放 为什么 土匪在管理 河南都是土匪 真的假的 无法无天 这个事情感觉荒谬 我跟你讲 荒谬在哪里 你看是打人 第一个打人的模式 你觉得是不是跟香港很像 很像 年轻人穿白衣服 元朗 然后跟元朗 一模一样 他说香港好得没学 坏得全学会了 他打自己人 这套 灵光的不得了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三点 你知道一个什么事情吗 他的营监局有命令 也要规定他 荷兰这个案子 要和解 你知道吗 已经有人要下来和解 要来赔钱 对 和解就是赔钱 赔钱就是打折 怎么被打架呢 你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学问吗 不听营监会的 搞他嘛 有人要搞这个事情 因为是闹事 你知道吗 营监会还今天我忘记了 反正就是有中央有命令 他们接到命令 也通知了银行 这个事情就是要谈判 这个谈判就是要和解 完全都有公文在了 结果他变成打人 我现在讲的什么意思呢 他故意利用二十大时候 来闹事情 这是可恶的地方 这是故意闹事的 故意闹事的 搞那么大 所以这些人 你找美国大使馆 你找太空大使馆也没用 他没有用的 他就是搞你嘛 所以他是闹事用的 他是故意闹事用的 他这背后有政治的动机 原来很单纯 这是一个导账嘛 导账我们台湾的银行 导账过去都碰过嘛 对不对 过去我负责的台开 就是个导账金融机构 就把RTC接管 我们有一些存 中央存保存钱 在大陆也有 大陆也有存款保险 也有存保 那钱去哪里了 所以他是可以处理的一个案子 他故意把它演变成一个民间的一个 跟人民冲突的案件 那其中目的在哪 你知道 就是说这个楼阳生这些人 要把他搞垮掉 这个非常复杂的政治 要搞垮楼阳生 当然 这样一闹楼阳生不要谈 二十大你没有机会了 你就垮定了 搞成这样还能升官吗 所以这个后面 我刚刚再重复讲一遍 其实是可以和平解决的一个案子 用和解赔钱 所以反习还有人在搞 对 故意在搞派系的充足 然后去闹大 闹大到 你再讲一下对什么属于李克强 什么卷入都不重要 就是这个楼阳生 他就在二十大就很难出头了